嗨 大家 今天我來晴天鋼拍片 超級漂亮 今天來拍片的過程我意外發現 就是呢 如果你有一個需求 是需要有點像澎湃的這種照片 或是你需要背景是白目 但人是清楚的 這個時候推薦你 只要看到天氣顯示啊 天氣多於實情 你就可以騎著你的摩托車 帶著你的相機 甚至手機 然後到晴天鋼上來 到晴天鋼怎麼樣達成呢 你只要沿著這個步道一直往上走 走到這個有點三菱線的地方 然後在三菱線的地方呢 把你人站在這個頂尖上 你就可以用你的相機拍出一個 看起來像在澎湃拍拍出來的那種效果 因為你的人背景都是一片白目 然後你的人就會非常的特別 今天就是想推薦給大家這個 低成本的這種攝影方式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用一台機車一個相機 就可以來晴天鋼上取景喔 掰掰 下山了 我們待會準備來去嘗試一個更好玩的地方 我應該從來沒有嘗試過這個運動 我自己也很期待 走吧 沒錯 我現在來到新竹的小地上樂園 這裡已經超久不來 應該是小學的記憶吧 我今天來挑戰這套滑雪 第七四 第七四 好帥喔 一般 好看耶 我們要進去滑雪啦 我們要進去滑雪啦 哇 真的有冷耶 開滑囉 準備好嗎 挑戰一下 其實我們都是第一次滑雪 然後不知道會怎麼樣 而且這個雪看起來 我沒看過雪啦 但這個雪應該是 吃熱冰吧 吃熱冰吧 吃熱冰 不像雪啊 好啦 滑雪 go 大概滑了一個爪子吧 終於從完全不會到現在比較抓得到感覺 其實我覺得滑雪跟 我們今天滑雪要snowboard 然後它其實跟衝浪有一點像 可是衝浪是單方向 因為你一直都在一個地方 你的板子不太會轉向 所以 呃 衝浪通常是單邊比較好 但是 我覺得今天滑這個snowboard 是你必須要一直在轉向 因為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直從同方向這樣轉 我不知道 至少我不會啦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轉 所以我都會直接 把板從橫的然後轉這樣轉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變方向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 呃 練過衝浪 也不能說練過 就玩過衝浪的基礎 會讓我在 呃 滑雪的時候 其實比較能控制重心的轉向 然後你就會滑起來的時候 其實比較可以控制煞車 那我覺得 其實你只要會控制煞車之後 其實我覺得 呃 在滑下來的過程 就沒什麼困難 那 可以開始挑戰一些 小技巧 像我剛剛看到有人在跳啊 有人在轉板 或者是甚至 撬單邊 我覺得都超厲害的 繼續去挑戰吧 繼續去挑戰吧 有喔 有喔 好爽喔 會玩的感覺真好 好爽喔 會玩的感覺真好 前面我們跟白癡一樣 比那個小孩不會滑 好像很厲害喔 可以出國了喔 走吧 走喔 走喔 我去滑雪耶 走 走 走 很帥耶 哈哈哈哈 很帥耶 哈哈哈 欸 可是 對啊 OK喔 OK OK 好玩 這是我第一次滑雪 我覺得超好玩的 我從來沒有滑過雪 第一次在台灣 但我覺得它真的蠻像 衝浪的 希望 未來就會可以去 就是國外好看 因為我覺得這邊那個雪偏硬 而且是人造雪 就是那種 橘子冰 所以 超難 滑一摔倒超痛 屁股應該 跟手都超帥 希望未來 好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就做了 喜歡的朋友 記得按個小朋友分享 下支影片見 掰掰